当白俄光明正大的参战的时候 这个战争威胁会到哪里 会到北约的东义 白俄罗斯直接接壤哪里 波兰 波兰的旁边就是德国 所以呢 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如果把战争延续到白俄罗斯 那么那么白俄罗斯的国防部 就很明白的说 我们要以演习为名 跟俄罗斯一起来做演习 而这个演习呢 据俄罗斯的消息报道 北约正在波兰 白俄还有加里宁格勒边境 来实施进攻 这个影片是一个影片的流传 这个在哪里 在格罗德诺30公里的地方移动 就是白俄罗斯告诉你 波兰旁边跟白俄罗斯旁边 已经要发生战争了 已经很危险了 已经非常的紧绷了 是要动员强化白俄罗斯 准备面临作战的一个警示 而波兰 波兰一直都没有放松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波兰是第一个出来援助的 波兰是第一个出来支持的 因为什么 他就在白俄罗斯的旁边 他就在最可怕的敌人旁边 他没有松懈的本钱 但是呢 还有一个波罗底海的附近的国家 埃萨尼亚的总理 他说俄罗斯三年之内 有可能会威胁我们 所以北约不要睡觉 北约不要停止演习 北约不要停止武装 因为和平虽然存在 但是和平不会让你用睡眠的方式永远存在 你要奋起来捍卫和平 所以爱萨尼亚总理卡拉斯就告诉你 欧洲只有三到五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用来对付俄罗斯 再度对北大西洋公业组织来构成更严重的威胁 所以小国都觉醒了 小国都觉醒了 现在德国的政府觉醒 德国的人民还没有觉醒 英国的政府也觉醒了 绝大多数人民还在处在于 我肚子吃不饱 谈什么战争 战争是让你不但吃不饱 还要失去你所有的东西 这才是可怕 和平要用我们来捍卫 再来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整个 整个北约东义的兵力部署 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白俄罗斯 波兰 德国 它整个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波兰没了 俄罗斯的力量就直接灌到德国里面 所以德国为什么这么担心 那这个兵力有多少 整个北约东义有八个国家 爱沙尼亚兵力有七千 盟军两千 在拉脱维亚兵力七千四百 在立陶宛兵力一万六千八百人 波兰比较多 是十二万人 而在斯洛伐克兵力一万三千人 罗马尼亚兵力七万六千人 匈牙利兵力两万四千人 保加利亚兵力两万六千人 其实整个北约等于是把整个俄罗斯 把它框起来 这是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最大的功用在这里 可是当每一个国家 你的战争的危机意识越降低 那么整个俄罗斯的力量就越会贯穿 虽然他已经变成俄罗斯 他不是苏联 可是他一样有攻击力 他一样有侵略的整个野心 所以周遭的国家必须要武装起来 而在第二线的德国 他不能够再沉睡 在后面的法国也不能再沉睡 必须要让北约组织要活络起来 要防卫起来 因为和平是靠之前的人 用生命围住的 那么没有永久的和平 这个图讲得非常的明白